高雄今天一口氣新增了九起案例 其中七例是人五的家庭群聚案 指標個案是在五月下旬到新北市的 恩主公醫院開刀 之後被感染 之後再回到高雄傳染給其他六個人 這讓高雄市長陳其邁相當不滿 動入點名新北市異調不實 因為這個指標個案 跟恩主公群聚首例的病房緊鄰 醫院卻沒有匡列隔離 還錯失了三次的檢出機會 高雄市長陳其邁大動肝火 點名新北市異調不實 因為高雄在二十三號一口氣新增 九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屬人五及岐山地區 兩個家庭群聚感染 其中人五群聚七人染疫 指標個案多次進出 新北市恩主公醫院卻沒被匡列 後來證實的在新北恩主公醫院這邊群聚的首例 十一樓第十八房 僅僅一房之隔 市府指出指標個案六十多歲男子 五月下旬到過恩主公醫院開刀 入住的病房緊鄰十一樓 醫院群聚感染首例的病房 也曾兩度回診出現呼吸道症狀 院方卻錯失三次積溃 相關資料都是高雄市衛生局自行搜集 呼籲恩主公醫院重啟疫調調查時間移到五月二十二 我們高雄市都都知道說是住哪一個病房 這個人沒有做任何的檢查 沒有篩檢也沒有疫調也沒有隔離 所以這個人就幫他出去 林東在隔了十五天零確診案例後 二十三號新增 以例本土病例是六十三歲的男子 計程車司機 匡列採檢接觸者 發現司機載過的乘客 還有乘客兩名同住家人 以及一名和司機用餐過的朋友 篩檢後也確診 目前通報中央 但還沒有全過案號 由於確診乘客隔壁鄰居是秘魯 反國的境外確診者 也讓縣府不敢大意 全力溯源 同時將優先開放計程車司機 註射疫苗 記者王庭 陳顯坤 高雄屏東報導